这是我们今天去温哥华岛的船票 一辆车,三个人 在这里排队 进这个码头 Yes, I have a reservation Ticket Scan Lea 45 45 你给我看一下 你去那个45道往前走 45,那边那边 对对对 我们肯定不可能要签 它是好几艘船 昨天不是在网上提前把票订的吗 来回我都订了的 就是我们这个小车车 它是按大小分的 小车车加三个人 是144加币 大家好,爹地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温哥华应该算南边的 Savazan这个码头这边 提前买票 这个网址我已经是发到了字幕上 大家在这买票 反正我觉得应该不紧张的话 一天这么多班呢 问题都不太大 中间有一个超市 还可以喝咖啡 上个歇手间什么的 吃的倒挺多的 我们早上吃过饭的 而且我们所卫乡是装的满满当当的 温哥华这边啊 有两个码头都可以到这个温哥华岛上 一个马蹄湾 然后一个就是我这边的这个 Savazan码头 反正我这几个码头都得去 好了,准备登船了 差不多提前20分钟左右啊 登船 啊,它有两词啊 还是啊 我们呗 跟着大家走呗 就这种滚装船啊 渡轮 我们就跟着这个皮卡车就行了 这船好大啊 停好了,我们就可以上去了 找地儿坐 还有五楼和六楼 两个休息区域 我们在六楼吧 先在外边外边外边 它这个舱内的座位真的挺好的啊 坐不满的 很多人都是坐在外边了 还专门有这种工作的位置 刚好看一看乘坐码头 还看一看美国 就这边有一个半岛啊 就在我们眼前这边 大概这个方向啊 这个位置啊 他有一半是美国的 这边肯定是属于美国 他俩呢 坐在这个最顶楼了 我到船头来 这应该是过来的 应该是从维多利亚那边过来的 应该是他们到了 我们就起航啊 就这家公司啊 BC Faris 去在他们家的官网上买就行了 车辆不同啊 人不同啊 价格不一样啊 好像小孩还有免费一点的 起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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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前走那么一丢丢一丢丢 就进入美国的这个领海了 这有点意思啊 这边是集装箱码头啊 这是加拿大 这是加拿大 那边还有一些煤炭 现在我们正在穿过这个领海线啊 好了 已经过来了 意思就是现在就是在美国这边 穿过去 然后再回加拿大那边 这一个半小时呢 这老在外头待着也不行呢 还是进去坐着吧 中间这个大哥 我在那睡觉呢 他把我认出来了 现在大家快聊聊天 他也是来钓鱼的 他们明天出海 从温哥华岛那边 温哥华岛附近啊 还是有一些小岛的 在眼前都是小岛 赵个相赵个相 我们喝个饮啊 感谢你这么多年的关注啊 你们两个先拍一个 好好好 好好到时候来 好好行行行 行行行 你到时候发一个提 加工一个餐厅告诉我 前提是吊得到的 好行 啊 再见啊 好好好行 您贵姓啊 礼 好好好 拜拜 那我们也赶快 我们的车停哪个方向呢 靠港了 下船了 我们现在是靠近维多利亚 我们先去维多利亚那边 又一圈 来的来了 然后再去我们订的民宿那边住 那个大哥刚才那个啊 他们直接往那个港口那边走 他们明天早上五点多钟了 又出船去钓鱼去了 哇 应该这边排队排的 这是回去的 这边这个油价太吓人了 195了已经是 这样大油价比美国要贵了百分之四五十啊 美国那边反正我加油就是三块多美元一加轮啊 反正这河人民币也就是六块多七块钱 这边的话都是八九块十块 像刚那个价格就差不多十块三毛钱一身 啊 这沙加哥这个 哦 在这居然还可以看到雪山 就那边是美国啊 这是美国的奥林匹克公园的雪山 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岛上最大的城市啊 维多利亚 直接去走到海边吧 看一下美国那边 穿过这个城市 好像还不错呀 这有市中心啊 市中心 这海边的这个公园啊 这挺漂亮的 这边都是一些公寓什么的 我们就就在前面去到头了 哦 这边 我们看一下哪个位置能停车 这边 这边吧 这车省油啊 我们带了满满一后备箱的 吃的 茶叶蛋呢 这都是冻的冰疙瘩啊 放到里头的 我们就想的是到这个海边来看一下 那个公园的雪山 哦 可以啊 这煮的茶叶蛋 早上煮的 嗯 可以可以可以 来这个我就索性我吃了 对 我一个手就不太好剥 嗯 面对雪山 鸟哥不吃茶叶蛋 嗯 鸟哥肯定得吃 你放心 至少吃五个 没五个 嗯 嗯 这海峡呢 你看那个还有一道雾气 嗯 我们还在这吃茶叶蛋呢 这还一滴头 这有兔子吃了呀 这是 你看一只小兔子 这 这里钓鱼多开心了啊 嗯 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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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想办法在这边找个地方 看能搞点生蚝 我们住的地方啊 距离这还有还有几十公里呢 在这个维多利亚休息一会儿 嗯 就黑了 放一点那个 嗯 哦 有八角是吧 香叶八角 你用的啥茶叶呢 哦 就那个娘娘家那个茶叶 嗯 我们现在 看能走到哪啊 这能走到海边吗 赶海的任务啊 交给鸟哥啊 这具鸟哥能赶上点什么 螃蟹啊 生蚝啊 什么的 生蚝那个刀都搞了好几把 这手套也买了 这 铜也戴了 这 可以啊这 这一个 这么水冷啊 那把油这个 太冷了 水 这水很清澈 但是我在这边上只看到一些藤壶 有 还有人说 这个岛上可以搞生蚝 可能不在这边啊 水真的好清澈啊 但是 真的有一个人啊 在那里游泳啊 真的是不怕冷啊 我看着都冷啊 这个小港湾里好舒服啊 就没几个人的 溜达溜达 哇这边怎么这么多海带啊 这是什么 哦这不是这是 这是哇这么大一个一倍 这是清口倍 这个你挖上个十个也能卖钱 你看看 就岛上十 哇这么大的时候 这么大啊 对啊 这么大清口 可以可以可以 这岛上十几个可以 搞碗汤 再看看有没有海胆啊什么的 他们说这边还能搞到海参呢 不懂的人啊 看不出来的 我们就在这海边待一会 对 对 对 我们定的那个位置呢 在 呃 那边 那边属于一个 应该属于一个 比较 出名的一个旅游小镇啊 那定了两天一个公寓 过会儿呢 就过去就行了 这休息让个半个小时吧 我们就过去 行 好 下个视频见了啊 拜拜